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治療法與你 又隔了一星期 楊醫生 我們上次談到整傳教育制度問題 今天我們有一個新的拍檔出現了 她就是Kitty Kitty 其實Kitty 也聽過我們上次的資料 她也有一點點問題 是的 我也感謝她 幫你參加這次的節目 大家可以繼續討論下去 我們上次都在談到教育制度 我們叫做整傳的教育制度 英文叫做Holistic 為什麼在我們自然醫療裡 經常都很強調 自然醫療應該是一種叫做整傳的醫療 一個Holistic的醫療制度 我們上次提出了很多點 教育的問題應該怎樣解決 簡單來說 問題就是 我們社會需要多元化的人才 但偏偏教育制度 只是單一強調是學術的成就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有問題都有原因 背後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現時的整個教育 是一個官僚制度 所有官僚制度都要講量化的 一個數據的 到底做不做到 成績怎樣 什麼叫做什麼 全都是用數據去看的 得志體群美 雖然大家都是 大家共通的教育的目的 但結果只是那個志那方面 就有提出 因為為什麼 得志體群美都很難 除了志之外 都是很難量化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出現 這樣的古怪的現象 解決方法就是 解釋和大家 第一部分 自家教育合法化 起碼將整個教育 那個重心 那個意識方面 是由家庭開始的 第二就是 要推動學卷制 因為只要用學卷制 我們才能夠將 教育的方法是多元化的 因為學習的方法是多元化的 有些是不同的方法去教育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方法 就不是的 你不適應到這個 這樣的填押式的教育 你就被淘汰出來 所以用那個學卷制 那個最終的目的 是令到我們那個 教育的那個方法 是多元化的 好了 第三就是 現在我們出現 就是大學方面 就是一個要開放的教育 但開放得來 就不要把大學的水準 按得很低 那麼那個解決的手法 就是說 就是大學就 以入難出 即是開放給你入的 但是進去之後 你沒有這個水準 就不會給大學文憑給你的 這樣 好了 但當然 最後發現 要錢的 很多時候 因為經濟的考慮因素 導致了很多的滯爪出現 那麼現在我們香港的 政府教育開支 差不多佔總開支的23% 起碼2008年的時候 我覺得只是慢慢 一路會增加的 可能去到四分之一那麼多 好了 那麼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有錢人讀書 永遠是好處的 就是可以 原來讀完這裡讀不電 這裡就英國讀了 英國不同 你選一家學修理的 那是一個很不公道的 但是呢 如果政府用回過往的方法 資助方法 給掌學金 做學金之餘 那始終是有局限的 就是他給了這麼多時間 就不夠了 那麼我建議的方法 其實就不用應該 不用用掌學金的 用一個掌學金 用一個貸款的方法 借給你 好了 沒有所謂的 總之你是有新資源 你有能力還 有能力還 你就應該還回你的教育 就是政府資助教育經費給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到頭來 你都是沒有能力還 那麼政府都不會追的 就是不會掘開棺材 讓你還錢的 那麼好了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政府的資源 就永遠都不會不夠 對不對 對不起啊 我們不夠錢 你成績好 我才會幫助 或者當時成績不夠好 將來可能會好 那些人沒有機會去讀大學 還有現在我說 香港可能沒有這樣的教育環境 或者有人喜歡去外國讀書 我沒有錢又不值 所以我就說 用借貸的方法 但是你一定要還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衡量 你會衡量 讀書人會衡量 我值不值得投資在讀書上 是不是有其他途徑 學習得更加好呢 那就不會強行 就助手有些人 就什麼都不懂 只懂讀書的人 就讀完又讀 拿了我們社會的資源 OK 這就是我當時提出的四個解決方法 是的 袁醫生說到這裏 Kitty聽到 之後好像似乎有些提問 不過你剛才忘了叫Kitty出場 Kitty是否要自我介紹一下 跟觀眾 大家好 我叫Kitty 是的 好 當時上集說了之後 Kitty莊言 立刻提問了一些 我都回應 或者聽聽一下 Kitty提出 其實很對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想的 所以有機會 大家都可以分析一下 討論一下 嗯 那Kitty 你奏著上次 是否有些想法呢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家人經常都給我一個壓力 她說 在香港這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牌 你沒有一個學位 人家不會承認你的 所以我經常在想 是不是一定要當作自家教育 如果你是要在這個軌道上去 拿到一個大家認同的學位 當是醫生 律師 什麼都好 那你如果要走這個方向 走上去的話 那是否一定要跟著 現在傳統的制度 一級一級五上考完一個試 去哪個學校 哪個學校出來 這樣 那是否 如果自家教育這樣 你怎樣可以去到最後 最後你想做的事情 哦 即是你覺得傳統教育 按步驟班 是很有保障的 不是 我明白自家教育的好處 但是 如果我們在這個 現在暫時 香港這個環境 那我們怎樣可以 用自家教育這個方法 做到如果那個小孩 他翌日想做醫生的 那醫生很多 西醫 中醫 剛才他們說中醫 現在都要領牌 那你如果自家教育的話 那怎樣可以做到 你最終想做那個專業的資格 嗯 其實呢 大家都記得 我們提出幾個方案 不是一個方案 不是自家教育 那就解決問題了 我有講四個方案 除了自家教育之外 我就舉出那個卡爾威達的教育 200年前的一個德國的牧師 將一個有輕微弱智的小孩 教育為成一個天才 一位大學教授 好了 還有一樣 就是用學建制 將那個教育多元化 我們從來沒有掛 我們是不需要那些所謂文憑 那些 只不過呢 你入了大學給你入 給你機會去學 給你有機會去爭取這個文憑 但是呢 你的水平一定要達到 就是你要考到那個文憑 需要的確定你那個能力 那你才可以拿這張文憑 不是說呢 你自家教育就說 你自己可以在家裡學習成為醫生 不用外面的認可 我從來都沒有提出這樣說 那就是說呢 當然了 你是可以去讀醫科 是吧 那你要學解剖 你需要學的東西 你全都是open的 但是呢 你的水準呢 一定要保持的 那你說那個 自學的科目呢 在專業方面呢 是過去呢 我們香港的法律 律師呢 全部都是自學的 嗯 因為當時香港沒有 沒有法律學系 香港沒有的 那你讀律師 你就一定要去英國 但是你知道英國呢 就已經把那個律師 就差不多是開放得很厲害的 可以說是把文憑 是開放得很多的了 嗯 其實香港當時很多律師 都是自己自修的 那當時都去考試了 那就是在法律方面 過去已經做得很 已經成功地做過很多 很長的時間了 那你說 你說醫科那方面 那你是否需要自家教育呢 那我從來都沒有提出 是自家教育是唯一所有的 你可以進大學 那你一定要拿到 學校那個 認可那個 那個水平 只不過你不會說 哎呀我家裡沒有錢了 我讀不到醫科 那你就被拼 就是拼資門外 那所以就完全跟你 就是你所想的那個問題呢 其實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那你也說起 比如那個 你做醫生 那醫生是否需要 一個制度的認可呢 當然是需要 就是你要這樣的 你有這樣的能力 你有這樣的 skill 那當然一定要有 有一個客觀的方法 是判斷得到的 那不是說 我是醫生 那我就可以做醫生 其實在某個 在近深的程度上 我們覺得 其實都是 你要行醫 是應該是公開 應該自由的 但是你不能說 我是要幫你開刀 而我沒有這個 skill 而這個就是 政府 起碼社會 是應該要保障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應該要 我要做開刀的醫生 那你不可以說 我家裡學所之後 我就幫你開刀 那當然 如果有人肯讓你開刀的話 我相信在某個程度上 他都絕對有這樣的自由 這樣做 譬如你兩個人在荒島那裏 那裏出現一個問題 你要開刀幫他 然後他跌傷了 有些人插了你的腳那裏 你把他拔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你不會介不介意 那個人有沒有 license 那人肯幫你做 你都會讓他做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在一個社會的運作方面 如果你說我完全是 開放的自由的社會 那你情我願就行了 某個程度上 我都認為是對的 那你要提及 就是 我們做醫生 是不是需要 需要一個牌照呢 其實這個是很具真意的 很多人都不會想到 是很具真意的 很多人說 那要牌照 不然你會醫死人 會醫傷人 我是覺得 我對牌照非常有保留 我是這些 二數 二端分子 你可以視我 但是 牌照這件事 你可以說是監管 亦都可以說是一種 保護自己行業的手段 如果你用另一個角度看 也都是 譬如你說現在中醫 你看以前幾十年前 中醫執藥 不需要什麼牌照 絕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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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照顧電療、化療 是找我爺爺敷一粒藥 是刺破你的肉的 刺破它 然後會抽走龍水、血液 通常敷十幾次 我爺爺只收二百元一粒 敷十幾次 通常人們是化療、電療 都不用做的 二百元一粒 是的,二百元一粒 就叫你敷著不要撕 讓他流血水 是損了的 是有個洞的 但我從來沒有見人不埋口 破傷風什麼死了 每個人都不用接受電療、化療 我一直都沒有控訴過 反而當我有了我女兒 我甚至可以在紅磡一個很大的商場 有一個流動車 就是很大的中醫院全層 派一些人來做宣傳 幫你把脈、保健 我當時遞著手給醫生 醫生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不用錢 每個人都有牌 他反而完全無法把我 因為我有了小朋友 是的 滑膜也打不到 打不到 完全打不到 我還考考他 我不是在討論我女兒 我女兒八歲半 你當時在討論她幾個月 一個月、兩個月 四個多月 四個月打不到 我還問她醫生我沒有什麼特別嗎 因為她沒有話可說 我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嗎 我還給她一些提示 我說我沒有驚奇 然後她說 可能你什麼什麼什麼 陰虛的火神 她連最基本的可能性都想不到 她是一個有牌的中央 是的 是一個很大的機構 低目桌大的機構 全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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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形 因為我要負責任 是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 牌照這件事 到底是保障人 還是來控制人 其實在表面上 我們整個教育 都將我們變為一個順民 知道嗎 要對那些 要慢從那些所謂專家 這就是我們整個教育 在美國有一個字叫 叫做Dumping People Down 就是令你蠢 周住強的書 已經說了很多 幾十字周住強已經說出來 叫做Dumping People Down 這就是整個教育最終的目的 你成為一個很乖的消費者 consumer 和human resources 你就成為一個 整個經濟裡面的工具之一 這就是整個教育最終的目的 現時的最終目的就是這樣 好了 用回你剛才的例子 你說你爺爺 有一個方 就是專門幫人醫的頸瘤腫 查了一次之後 他就會吃掉它 會脫掉 什麼時候就要康復 有些已經證實是癌症的瘤腫 是啊 要接受電療化療 需要接受電療化療 需要接受電療化療 起碼很明顯 當時是被診斷為一種毒瘤 需要有癌的瘤腫 爺爺爺是用祖存的方法 就是把祖存治完成了 是,而且很便宜的貨 好 我講回這個故事 很可愛 我講講Lime License 在外國有一個相似的工具 英文叫做 Black Self 我聽說 就是塗一下皮膚癌 塗一次,它就會把它吃掉 脫下之後,會好起來 連疤痕也沒有 真正的皮膚癌 如果你的癌 這樣就很相似的工具 也會破壞,會穿了一個洞 對,穿了一個洞 其實在外國已經盛行很多炎 有些工具 你知道這些工具結果發生了什麼事? 不用審了,被人禁止了 我告訴大家 有幾十萬人用這個方法 在澳洲 澳洲經常說有很多皮膚癌 白人的陽光曝光 臭氧塵沒有了 有很多皮膚癌 有幾十萬人用這個 二萬我忘記的數字 相當多人的皮膚癌 是用這個方法調好 結果會怎樣呢? 就是禁止了 禁止了 為何有這樣的能力? 為何會這些情況容許發生? 因為我們所謂的監管 所謂有些什麼註冊 藥物的註冊 之類的 食物註冊 這些所有的東西 表面上就是保護消費者 是的 但實子裡最終最終 是保護那些記得利益的 藥廠、醫生 那些記得利益的律師 那些記得利益的權 就是那個好處 所以我們交易就是失敗到這裏 我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看不穿 都看不穿 我還有一件事 可以說給袁醫生分析 你可以說我爺爺沒有牌 你說他黃綠什麼都可以 你說他不可靠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真的沒有牌 我們 沒有牌不是代表不可靠 只不過他鑽那方面 他那方面就可以了 你即使當他不可靠什麼 我也不在乎 我們試過在爺爺過了生之後 將這張荒 即那個藥荒 是很廉價的東西來的 我爺爺從來沒有長途拔蝕 拿一些珍貴藥材的 都是普通的買 中、中、中、中爛 他這樣做 我們試過遞進去 中大、針大 是不受理的 是我們曾經說醫好的個案 或者給藥荒交給他去研究 即我們家裡都沒有人打算 成全下來賺錢 是交進去 也沒有人打算 沒有人打算 你知不知道原因是哪裏 你想想原因是哪裏 他連看也不想多看一眼 也不想去跟進研究 如果有人告訴你 我們這些癌症 這些情況 我醫好了 是有這麼簡單的方法 最重要是便宜 你的原因是哪裏 就是因為它是一種天然的東西 便宜的東西 天然的東西是甚麼問題 天然的東西 便不可以註冊 不可以有商標 不可以有Payton 沒有商標 沒有註冊 便不可以有高利潤 便便宜的東西 便宜的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 之所以不被推揚 或者被禁 便因為你這些東西 是太過便宜 令到它影響它的生意 所以我曾經所說的Black South 你上網去加拿大 你看到澳洲 最近被人禁止了 所以它為何能夠做到這件事 因為有優惠 你沒有優惠便不可以做甚麼 它有權力來消滅你 因為沒有註冊 這種草也沒有註冊 因為你沒有註冊 它便不讓你用 這些所有我們看到 表面好像為消費者 保障消費者 其實最終目的是 根本就是為害消費者 根本就不想消費者 有自己醫治自己的力量 有自由選擇的力量 整個制度 都是維護一些既得利益的權利 所謂的專業人士 我們教育失敗到就是這樣 我們這麼明顯的問題 竟然都是很少人看得穿 除了我們網台的人 我們網台之前都是傻傻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那些人還傻傻的 哎呀醫生啊 原來他幫助我們 他有優惠 你看到在外國 已經有醫生 醫生來的 自己是西醫 他都認為 我們應該是 delicensing medicine 將西醫 醫學應該是除了牌照 是不應該有牌照的 那你說 那不行啊 他亂開刀 當然 你要拿一個 一個 license to operate 你知道嗎 你去 license 他給你開刀 但不是 license to be a doctor you can diagnose 可以做診斷 可以做醫療 而其他沒有這個 license的人 就不能做診斷 但不能做任何醫療 因為我可以用簡單的方法 我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 土方醫療的方法 我可以用食物的醫療方法 因為我們有這些所謂的醫療牌照 是令到這些方法 是它有法律的手段 是打壓你 來抑制你 那結果呢 我們在香港看到什麼呢 香港醫療的費用 不斷地提升 結果是破財產 但全世界真的是這樣 其實歸根導師就是 我就說 我們的教育制度 失敗到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 都沒有人看得出來 所以什麼公民教育 國民教育 根本是一個penus 真正的問題 從來沒有人去跟進 其實剛才說會醫死人 或者令人受傷的問題 其實我們傳媒很大力量 你醫死一個人其實很容易 其他人都知道 但現在的西醫偏偏 是因為有專業資格 其實他們醫死人 是可以沒有什麼人報道的 第一 西醫的所謂license 那個最大問題 他就不受公眾的監管 他就自己監管 他就自己圍圍圍 你死了之後 你都沒有辦法 沒有法律的途徑去對付他 你最多就去告他 那個醫管局之類 最多就去責罰他 叫他停牌 醫管局沒事的 你做的方法是 在學校所謂正統醫療 認為是正確的 是對的 你死了他都沒事的 他都是合法的 我叫做license to kill 不是license to heal 所以整個我們的制度 為什麼整個教育制度 就是這樣 我們根本就是 將它成為一個信民 知道嗎 在這麼大的破綻 整個問題 竟然是沒有人提出來的 所以那個醫生就建議 我們應該delicense medicine 診斷治療是一個基本的權益 在美國有些州份 如果你是媽媽 你看到一個审婚仔有事 你去治療他 或者給他吃 其實在技術上 你是已經無牌行醫 你可以被人抓去坐牢 簡直是荒謬 所以在美國來說 一百個美國人 有一個人坐過牢 因為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這個Cicero 是一個羅馬當時的 一個法律學家說的 有些人說Cicero 有些人說 Sir Blackmore 是寫英倫法律的人說的 就是 The more law the less justice 下一節可以講講 袁醫生講講給大家聽 為什麼法律越多 公正就越少 其實我們 我自己也是很深入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到底法律是保障我們的時間多 還是剝削我們的時間多呢 還有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今的法律已經成為 就是一般人是不容易鬥過大財團 或者比我們更富有的大商家 因為外國都很多Case 是一些很小的公司仔 自己未必是真的犯了一些錯誤的 在法律上 但是他只是用那些很大的財力 已經可以跟你鬥打官司去拖垮你 沒錯 沒錯 這就是法律的問題 在我們的政綱 我們都指塵出來的問題 以及解決方法 不過我想詳情要下一節回來 夠時間講了 我們現在三個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再聊 唉呀 這輪轉天氣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寧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又回來第二節 袁醫生 我們接下來 2012年 又是立法會的選舉 我記得你在08年的時候 你也有嘗試過去參選立法會的議席 但最終你就放棄了 透過那次的經驗 其實你對於香港的政治制度 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都知道 是的 2012年的立法競選 剛剛結束了 沒有多久 都新面孔進去了 2008年 我當時 雖然沒有參選 我亦都在那個過程裡 我領會了一件事 第一 我很慶幸 我沒有放棄加拿大的國籍 而去參選 因為最後我了解得到 其實就算我參選進去了 所以成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只會浪費時間 浪費彈藥 是不會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呢 就算我成為香港的特首 都不會改變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是的 我當時就領悟了一件事 為什麼全世界所謂民主國家 很多都是很多問題 很多貪污的事情 因為看得很清楚 包括美國、英國 你說得出來的所謂民主國家 其實都是很多缺陷在這裏 是的 好了 最後我了解到 如果香港要改善 要搞得好 即香港更好 在整個政治文化上要改 如果我們政治文化不改 如果誰進去 在現時的情況下 香港不會有什麼好事做得出來 那要怎麼改善才會更加理想呢 首先要了解問題 根源在哪裏 現在的政治氣候 現在的政治制度之下 沒有好事做得出來 最主要原因是 你怎麼做都不會有事做出來 就是整個政治文化 現在的政治文化是怎樣呢 所有政治人物 政客也好 政治家也好 其實它是需要什麼呢 它在我們的政制度 是要去拿人的選票 當然 爭取人的選票 好了 那我怎麼拿人的選票 那我會跟你說 如果你選了我之後 我會有什麼好處做給你看 當然 整個政治氣候 整個文化就是這樣 好了 於是它有不同的對象 有些是中產加級的對象 有些是基層的對象 有些是商家的對象 即是它有不同的對象 於是它會想到一些好處 就是迎合它的對象 從而取得它的票數 那也是這樣 好了 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譬如我有三個方向要做的 那你三個方向的利益 可能是很大機會 不會很全面的 是的 即是我迎合得到你 我就可能得失了 甚至有衝突 所以才會形成這些現象 是的 好了 如果既然大部分人 都是自私自利的 都是為自己的利益 而做任何事的話 你可以看到 在這種政治之下 得出來的解決方案 一定是不會全面的 還是你爭我鬥的 即是說 我們社會有局限的資源 這個有局限的資源 就是大家在這裏分餅 你分多少分多少 整個政治的機制 其實是在玩這個遊戲 好了 它進去之後 它會想盡辦法 然後再繼續做下去 當然 一架一架 繼續用同樣的手法 我會給你什麼好處 那你就要繼續來選舉 我進去 好了 還有一個現時的政治文化 就是 哪一個人上去之後 不是你就是你的敵對 當然 任何人上去之後 你就要他下台 你希望他下台 希望他做錯事了 就算不然 就用黑的手法 令到他失勢 這樣就上去 當你上去之後 其他人又如何 又希望你下台 你說什麼都好 我都反對 好了 你試想想 在這種政治文化之下 有沒有好事會發生呢 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是這麼簡單的 是啊 是沒有可能有一個 整傳的解決問題的 政制的策略 是可以出現得到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很大聲地告訴你 我是不投票的 沒錯 我真的會投空票的 因為我真的看到 有一個像樣的政綱出現 好了 那就是說 我當時很慶幸 因為我跟著去加拿大去旅行 發現那些加拿大有些地方 風景漂亮得好像小外桃園 我一會兒 很榮幸沒有退出 是的 哇 以前我久然在多多倫多 不知道加拿大有這麼多美的地方 那就算了 最後好彩 好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領略到一件事 如果我們的政治文化一天不改 是誰進去都不會做到事 誰進去都會死出來 因為整個政治 是你爭我鬥我要你死 從來沒有說是同心合力 共商善舉 想一個好方法是行得通的方法 是從來不會 因為整個政治文化是不容許這件事的 好了 如果你知道事實是這樣的時候 你要香港變得更加好 你一定要改一個政治文化 但是香港是要更加好 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就要用五區 五區找代表 香港當時的五區 就用一個政綱 當我是2008年的政綱 我們就是推行這個政綱 嗯 也都說明給香港人聽 我是 我入那個立法會的目的 是要改善香港 是用這個政綱所提出來的 全面的方法 我不是討好任何人 你可以看到 是吧 其實我們可以得罪很多 既得利益的人 但這個政綱是幫助 真正可以解決香港人的問題 的政綱 好了 那麼我們就說 我們呢 你是選誰呢 你選一個政綱 你不是選我 所以你不用看我有沒有展見 看我有沒有情婦 有沒有私生證 你不用想這件事 因為是不重要的 因為呢 你只要去看這個政綱 我是進去這個政綱 還有呢 我告訴你 一年之後 我一定不會再繼續做下去 你不用踩我了 你下次你不用踩我了 因為我都會退出 然後下一個人 就又用這個政綱 去參選 即是說 我們需要呢 將整個人 香港人的目標 是看著政綱 到底有沒有解決方案 有沒有解決方案 就不是who you are who doesn't give a damn who you are 是吧 即是這個整個陣 你不用抹黑我 你不用踩我 因為不關我的事 你總之看我的政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所謂的 你不用 誰人上去都沒有所謂 將集中 你扔到政綱 大家研究政綱 你有好的政綱 我便拿出來 是可以的 我便和你一起做 因為我不在意 我想不想任 我不是想為 你要下台 我要上去 我根本不在意 我只是需要 你的解決方案 如果你有一個更加好的 你給我這本書所寫的 更加好的 全面解決方案 你提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贊成 我就會推揚 如果我們能夠 將這個政治文化 改為一個正綱 大家無私為香港 不是去拿什麼權 這些浪費 這些賺了 那些錢 大部份認得 香港人見到 香港現在的政治文化 沒有人敢進去 所以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政治文化 我下一次要做 五區 如果大家真的 網上聽到有興趣的時候 跟我聯絡 四年之後 我就五區 都找兩個人 每一區兩個人 就用正綱 好了 譬如我有五十個人 如果有些人 是需要找 即是要靠 沒有其他新計的 他要靠 立法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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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今次你想去做 立法 立法局的議員 下一次 你就承他做 做他的助理 他有二十幾萬 那就大家一起做 譬如我們每一個 有五十個人 大家一起去做 做好之後 你就下來 你便做他的助理 做他的研究人員 如果我們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有機會 將整個政治文化的重心 全部改掉 全部改掉 大家就看政綱 如果你政綱 我們全面支持 因為我的目的 不是要我上去 我們目的 要有一個好的解決 如果我們能夠 將這個 設立一個 我們叫做 整全的 Holistic 政治的文化 那麼 香港就會有希望 如果一天 這個做不到 香港是不會有更好的 其實 原醫生的那份 正綱 我是剛剛才看完 我當然是非常之認同 因為很不謀而合 我在另一個節目 即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節目 就是說我們的社會 其實都挺建基於恐懼 所以剛才 袁醫生 你不是說 人們會鬥抹黑 掃絲生死 情婦 其實是鬥踩低對手 來打擊對方 來令自己上位 已經不是再 你剛才怎樣形容 是同心合避 共襄戰舉 是共襄戰舉 是共襄戰舉 我也不是很適用 大家都不是再為大家和諧去做事 問題去解決 香港是很明顯的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訓政綱是好 但是這裡的重點 其實就是 市民 要看看自己 有多願意為這些事 去幫自己的生活 投一票 即每個人都願意踏出這一步 這樣才是有用 而不是再去計較 我利益少了便便益了你 或者我對手好些便便踩低它 而不是這樣去競選 因為你的目的 就是要去上位 成為那個議員 去取得那個權 是的 如果你的目的是這樣 因為你說你不連任 所以你就沒有了這個競爭的目的 因為這個目的 就是我想取得你的選票 是的 我明白 我取得你的選票 我便會迎合你的需要 我給你好處 有些什麼令到中產階級 會更加好的 但是我們的社會 有時候 迎合到你的地產商的利益 就迎合不到其他的 是的 我明白 所以永遠的問題 一定不會全面 因為整個政治文化 令到你不可能有一個全面 真正解決 只是大家爭取資源 你爭我鬥 你死我活就是這樣 還有還有一件事 譬如我們現在的競選也是 你會發覺有些是山頂區 中產的區分 有些是草根 其實他們是各自為自己的選票去出政綱的 最終他們是會互相有抵觸的 出現一些利益衝突 其實如果永遠是這樣 透過利益衝突去欠自己的選票 社會是很難和諧的 是的 但是這份政綱裡面我看過之後 其實是講一個集體利益 就是整個社會的利益 但要做到這樣 要市民投一票的那位市民 是真是為自己 為整個社會負自己的責任 才會去投這一票 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整個政綱 我們那個香港更好大行道的協會 其實什麼是想整好香港 是的 我認為這樣就可以整好香港 那你就給我其他的方案 看了 對不對 我認為教育問題是這處 是這樣解決 我認為香港整個法律的問題 是這處 香港整個醫療問題 那我就給我分析的問題給你之後 問題為什麼出現 因此我怎樣解決 那你自己說回聽 我的答案 我的解決方案 是不是達到 令到香港更加好呢 就是香港人會更健康 香港人更加懂得思考 不會去讀死書 去爭那些學位 最主要就是 你要解決香港問題 香港的環境 和貧富如雪的問題 我這個政綱到 其實每件事都說 是 我有看到 重心就是這樣 整個大眾傳媒是什麼 大眾傳媒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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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傳媒 就經常說言論自由 其實就是 以言論自由為名 其實根本上是說謊的 是啊 他自己言論自由 沒錯 是用一個善情的手法 人家銷路 大家都知道 他叫無面皇帝 你善情也無法善情 他殺了你之後 你善情也無法善情 所以整個香港的大眾 全都是一個迫觸 一個大笑話 好幸好我香港有網台 我大器的自由空間 在網台裡面 我們可以做得到 其實最終最終就是這樣 大家都希望整好香港 為什麼整好香港呢 是不是自私呢 當然是自私 因為我住在香港 是不是 什麼人都是住在香港 不是很自私 但是你自私得來 你都要顧全其他人的利益 因為 你有沒有聽過 有 有本書叫做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 這是我大學70年代大學 個人都讀的書 我經常這樣說 其實人是自私的 人的人性 其實是中性的 除了他要生存 是吧 這個survival instinct 這個最強的 除此之外 人是沒有事沒有惡惡的 都是一個很中性的 但是最終最終 我們都是為自己的生存的需要 因為你要survive 這個是基礎的 instinctive的內座 或者基因裡面 一定在這裡的東西 你一定要謀求自我 能夠生存下去 那麼在這個自我生存的空間 大家去 我當是大家謀取私利的過程裡面 你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達到你的那個需要 而你同時是傷害別人的需要 或者令到別人達不到他的需要 你的需要一定是做不到的 是對 我明白你這樣 我正在等待你 你怎樣演繹這個字 你明白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紐約 去探望我的表妹 她住在Santral Park 一間很貴的公園 下面有康門 有些康門 就是那些康門 我上去之後 我就敲門了 我跟我的表妹說 阿華阿華 她就問我 她在後面 誰啊 我說大明啊大明啊 這是很多十年前的事 她就不知道 可能不太明白是誰 她就敲敲 最後她就敲敲 是表哥 她就開門 你知道我聽到什麼嗎 那些鏈的聲音 噢 那麼很多條 很多條 很多條 很多門鎖 門鏈在這裡開 所以 起碼只剩三四個 她住了一個 可能當時過百萬美金 可能現在不止了 即是豪華一點的 其實她住在哪裡 是住在監獄裡面 是啊 是啊 告訴我 其實 所有人都要為自己自私去做事 但是高層次的自私 就要照顧其他人的需要 因為如果不是 譬如 你在美國很明顯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你家屋裡面很漂亮 你外面有很多豪宅 外面有很多豪宅 外面很舊的 但裡面很豪華裝修 要一些多聞 幫你保護著 但你一出街 那些賊人就在等你出現 你根本不會有一個好的生活 是你不會有一個好的生活 所以 其實你真的了解的時候 你真的明白 真的有一個動衰 有一個智慧了解 你要好 你一定要大家好 利他的 要不然 這個地球 你不會有機會享受得到 我都沒有發覺袁醫生 講這些話 我都是跟大家一樣 第一次聽的 不過我都認同 Human Being是忠性的 是沒有正邪之分的 但是我絕對認為人性是本善的 我有些理由這樣說 但是自私的意思 我的演繹就是衛生存 即我們一定會肚餓 就吃東西 睡覺 但那些自私不是現在社會去定義 因為這些經社會化出來 我們受過很多教育 規條 學一下袁醫生 駐豪宅 又要裝這麼多條鏈 這些是一個很豪華的監獄 我非常之認同 你所有的行為一定要理他才會持久 如果不是你擁有的 將來別人一有機會就想去搶奪 對 跟你爭的日子長短 如果有宗教角度 有些人經常問我 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看你怎麼想 我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想有做蜜主 我是真正的基督徒 不是去教堂 我是真正的 我認為人和神的接觸是直接的 是 不是要經過教會 教堂 不需要經牧師 教條 教宗 是完全不需要經過他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用基督徒 基督徒的講法 神是全能 全智慧 博愛 是公平的 神是這樣的聖質 要一個公平的安排 如果你說 我要爭取自己的利益 我們就要選一個人幫你爭奪 投票選一個人 不要傻 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就叫下台 你什麼都不做 坐在那裡 對 這個肯定不是神的安排 因為不公道 有什麼可能呢 要別人幫你做 你自己什麼都不做 所以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安排 神是這麼有智慧 但是他一定 一個最後解決方案 是一定在公平之下 才能做到的 所以現在你的制度之下 是不公平的安排 是一定你做不到的 所以一定會成功的 所以一定會成功的 好了 我常常都這樣說 你吃了禁果 吃了蘋果 其實吃了蘋果之後 人就開竅了 是啊 我也覺得 人就開竅了 不是原罪 我也覺得 神就說 我給了機會你了 我給了開竅了 你便自己想 你便做決定 你的決定 你可以製造地獄 因為你決定可以製造地獄 是你的選擇 是你的選擇 那地方是中性的 你可以把地球變成天堂 天堂 其實不是要死了之後 走到下面 走到上面 還有原罪 大佬 這麼公平的神 做個原罪 他真的不公平 如果神這麼有創造力 為什麼他要做一個 他覺得有罪的人出來 沒錯 很奇怪 要你崇拜他 要捐赴他 需要那麼多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人類有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愚蠢的事情 做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教育全盤失敗 我們想事情都不懂 所以我們走回去 整個教育的失敗 導致人類的災難 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根本不懂想事情 不懂分析事物的能力 這個就是 好了 但是我試過說給別人聽 因為我又被我錄音那些 被人試聽 是呀 他說人類必然我是中性 凡是無對錯 那些人是迴響極大的 是覺得我 他們認為人有邪教 有事 有事 是呀 他覺得殺人為什麼不對 吸毒就是不對 這些是必然不對的 我說什麼叫必然不對 如果殺人是必然不對 為什麼美軍可以出兵 那吸毒就不對 那為什麼西醫用麻啡 吃西藥 吃那麼多西藥 那些全都是毒藥 全是看到葛魯塔在前面 對 然後他就說 你這些思想太偏激了 我都覺得很奇怪 如果殺人不行 為什麼軍方可以出軍打人 死了很多無古百姓 為什麼西醫可以用麻啡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成癮的藥物 為什麼人死了之後 撞在下面七尺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必然 這個愚蠢 愚蠢 愚蠢 愚蠢死在愚蠢的人太多 所以你剛才說 我沒想到你都會說這件事 就是事物是中性的 我都很感慨 但很多人已經不認為是 是啊 因為我們看了太多 和路迪斯尼的故事 這些都是小狼的一種 那就是麻醉自己 我們麻醉自己 當然是好的 這個世界很美好的 其實我們被人愚弄感 有一集我們不是說牛奶 有個人說 我舉了很多例子 例如那些龍泡菌裡面 含量多少多少 然後他說 你不要妖言惑眾 我在電視上看 那些牛牛在草原上面 按據六頁在草原上面奔馳 哪是你說得那麼慘 他看的資料還未得全面 所以希望大家聽我們的節目 不是真的聽了就算了 如果大家可以花點時間 想想我們裡面說的話 其實對自己的思考都會寬一點 如果大家真的想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可以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Better Hong Kong Women 其實還在這裡 我們只不過是等待時機 如果足夠的人 可以用我們的方法 是改香港的政治文化 我們香港還有一順新機 那死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做多些事情 大家有志同同學的人 跟我們多點聯絡 是 其實我跟袁醫生 將來講法律 講很多其他範疇 都有很多個人的特別見解 那今集的時間 到這裏就超了事 那我們跟大家說聲 拜拜 再見 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首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